许多人都认为减脂时脂肪会流失是正常现象,其实由于肌肉密度比脂肪大,减掉脂肪也流失肌肉的情况下,体型的确会变小,结果看似减脂成功,却违背了减脂的初衷。 肌肉能保证身体的高基础代谢率,肌肉大量流失,减脂后的体型不仅不会好看,还会造成进一步的减脂困难,静态下每磅肌肉每天燃烧5大卡热量,所以流失10磅肌肉,一周将稍消耗350大卡热量,需要做40分钟的有氧消耗同等的热量。 肌肉中的胰岛素敏感度也能促进卵脂,肌肉含量越大,胰岛素敏感度越强,肌肉细胞就越容易修复生长,而且肌肉含量越大,训练时能承受的重量,强度就越大,相应的就能消耗更多的热量。 所以,减脂时一定要避免肌肉的流失,80%的人在减脂时,虽然减掉了脂肪,但是减掉了更多的肌肉,想要减脂不减脂,你需要避免一下错误。 错误一,空腹有氧,许多人早晨起床后就开始跑步,其实这样很容易肌肉流失。 皮质醇通过分解肌肉给身体功能,长期空腹跑步,会造成皮质醇水平升高,特别是早晨,皮质醇水平会达到最高,损失更多的肌肉。 此外,皮质醇一旦达到最高,一天都很难降低,特别是在热量赤子的情况下,建议,用瓦碳的吸收后期才是有氧训练的最佳时机,训练前最好多是用碳水化合物。 错误二,请重量,高次数力量训练,肌肉流失不利于肌肉力量的保质与提升,减脂肌多进行大重量练习,有利于维持甚至增加肌肉含量。 但小重量练习,会使身体自动较低肌肉量,这会非常不利于消耗热量。 许多人还会选择高组数来减脂,提升肌肉的分离度。 其实这样并不能使肌肉分离,得到的结果只能使肌肉变大或变小,只有低皮质和相应的大肌肉才能促进肌肉分离。 或者想通过高组数消耗热量的也是不可取的,因为肌肉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,高组数的训练会使肌肉得不到恢复而流失。 尤其是减脂期的热量处于赤字状态,肌肉恢复需要更多的时间,加到力量训练反而不好。 建议,减脂期间要做力量训练,保证训练重量。 错误三,做中强度横速有氧训练,想要有氧简单只有两个途径,一是低强度长时间,比如散步等,二是高强度减歇性,想冲刺跑,嗨一等。 而像慢跑,单车,椭圆肌等长时间中强度的横缩训练,则会是皮质唇水平升高,分解肌肉,低强度的油氧可以降低皮质唇,高强度的间歇性油氧也会提高皮质唇,但时间不长且有休息时间,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。 而且做hide可以持续燃脂,极高新陈代谢,增强热量消耗,建议,一天一练建议做力量训练,一天两练可以选择45到60分钟的低强度油氧或15到25分的高强度间歇性油氧。 推荐,高强度间歇性的核心轰架训练,充分刺激肩胛,趋盖,臀部,具有高消耗,无关贴腰,四肢肌肉不参与等特点。 具体动作如下,仰臥屈膝卷腹,处膝倦体,仰臥抬腿踢腿,仰臥屈膝体宽,仰臥直腿卷腹,处足卷腹,俄罗斯旋体,错误四,急于求成,都希望尽可能的缩短减肢时间。 所以,会采用一些极端的方法加快减脂,比如上碳水甚至零碳水,零脂肪,一天至少两小时的有氧,并辅助于减肥药等。 这是极端的少吃多炼法,见效会很快,但辞到六周后就会遇到瓶颈,长期摄入能量不足,会使新陈代谢变低,身体得不到能量补充,会储存更多脂肪,流失更多肌肉。 建议,减脂需要过程,减脂肌需要热量赤子,但不能过于低,在满足红量营养素,一克蛋白质一斤体重,0.4克脂肪一斤体重的前提下,保证热量摄入是总消耗的85%即可。 错误五,拒绝碳水化合物作为训练加餐,糖胜力量训练的主要能量来源,能有效的保证肌肉不流失,平时可以少吃碳水,但训练前后一定要不补充碳水。 这时摄入碳水不仅不会发胖,还能保证训练的强度,维持肌肉量与基础代谢率,提高燃脂水平。 每天摄入的热量都是一定的,加餐的量也包括在内,所以一定要安排好每餐的时间及摄入的量。 建议,不管什么时候训练加餐,只要在正常的摄入量范围,那就不用担心发胖。 错误哦,睡觉前做有氧,虽然大部分人都不会在睡前做有氧,但是不代表不存在。 睡前最好保持最低皮质唇水平,用药物的除外,因为皮质唇水平过高会影响睡眠,睡前做有氧肌肉会很难恢复。 身体会处于肌肉分解状态7到10小时,所以睡前不要做有氧。 建议,睡前可以做抗素训练,不要做有氧训练。 推荐,睡前可以在床上做拉伸运动,放松升起,缓解疲劳,帮助睡眠,动作如下。 动作一,动作二,动作三,动作四,做到这几点,剪肢不剪肌,助你更高效的练就好身材。 素材来自网络,喜欢请点赞,爱就转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,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,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,订阅本频道。